《丫头骗子》 比方说这个《红楼梦》里边 咱们看那个贾母 这个府里头老祖宗 说王岐凤 哎呀 我像凤丫头这般年纪啊 比她还来得呢 你看 那个时候王岐凤快三十了 但在贾母眼里呢 你是个小孩子 所以往往长辈呢 管晚辈的女的呢 有的不管多大岁数 七十岁有个爹 八十岁有个妈 也叫这个丫头骗子 那么说丫头骗子 为什么这么教 来形容小女孩呢 大伙注意 丫头是丫头 骗子是骗子 它不是一回事 丫头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那丫字 这一竖上头两叉 这是丫字 为什么哥这形容女孩呢 过去女孩啊 一到这个十岁出头了 就你摆脱了儿童的年龄了 一般这书头啊 就不是原来那么散着了 开始左边右边啊 各输出一个记忆来 这一个 你看从这象形来讲 那么等于这脑袋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所以搁这个形容丫头 就这丫字 所以这是丫头的由来 那么骗子是什么意思呢 这得说封建社会啊 老百姓过得苦 家里头呢 你像这布匹什么的 本来就少 给孩子啊 说白了 打小为了省布干嘛的 也为了孩子 大小便方便 咱都知道穿那开档裤 可是这女孩一天天大起来 你这开档裤 还小孩 这也不方便 怎么办呢 在下生日呢 搁两个布片 给遮巴遮巴 就后来咱们经常说 说哟 这有个小屁股帘 就那个屁股帘 两边糊伸着 这不两头就俩小骗子吗 男孩不用这样啊 女孩这样 所以这丫头和骗子 就专门指小女孩 在特定年龄时候的服装打扮 一个是头型 一个是下边的服饰 所以这个是丫头骗子 这个词的来历 当然了 这丫头这个词啊 它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它最多算中性词 为什么呢 在过去啊 大家闺秀 是不能称为丫头的 那像亲王贝勒的女儿 什么哥哥之类 那更不可能了 丫头是什么呢 平民百姓家出身的孩子